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影视新奇典,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点点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非常经典的夏日爆笑喜剧 主人公这姑菜,新牛皮,大生弟,罗汉果,花旗生,大力丸,巴巴拉和围棋等警察兄弟一起在五福之家 过着非常潇洒快活的日子 一天大家逛家一起去巴基亚游玩 旅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美女 大生弟为了不费力气就追到女孩子 于是划着小船去了一个忧生神秘的地方寻找巫师 想要给美女们下降头,使他们爱上自己 然而巫师是个大忽悠,给了大生弟一个没用的洋娃娃 并告诉他,遇到想控制的女孩子就拿针招洋娃娃 大生弟信以为真,会来跟兄弟们相议 准备把美女们叫过来实验一波 谁声想,女孩们躲在屋外听了个一清二楚 于是将计就计,假装自己中招了 然后对大生弟百般亲密,勾引她脱掉衣服后才说明真相 女人一阵嘲笑 第二天在沙滩上,遮孤菜向巴巴拉表白 她以为巴巴拉和自己情统一合 结果遭到了巴巴拉的拒绝 遮孤菜伤心一绝 这时,巴巴拉接到草警官的任务要立马回港执行 巴巴拉想叫上遮孤菜一起去 遮孤菜没有答应 但在她自己开船准备出发时 周姑菜出现在船边,说想继续保护她 赶到现场时,香港服伤冯先生已经惨遭杀害 临死前告诉了巴巴拉 新风计给了她的女儿冯小姐 也能隐藏着重要信息 为了兴奋的保密 同时考虑到冯小姐和冯先生的好朋友刘先生都面临失明危险 于是几人张扬 刘先生由戴力丸和助手贴身保护 冯小姐则住到巴巴拉的家 由大家保护 每个人想和漂亮的冯小姐亲近 为了博得关注 几人又是在人家门口摔完假装打架 要是放火想看冯小姐失声的样子 计谋成功得逞 几人成功吃到了冯小姐豆腐 让冯小姐哭笑不得 坏人们派出一个虾手潜入五湖之家对面的楼层 想自己干倒这帮人 却被冯小姐不小心撞到 于是她假装是瞎子 这才躲过了一劫 跑出来后 冯小姐迅速联系巴巴拉等人 设计引入杀手上钩 好一段折腾 终于顺利捕到凶手 看完电影 我也想问大家 如果这部菜 新牛皮 大生地 罗汉果 花旗生 当你玩几个人 让你选一个做男朋友 你会选谁呢 好了 本期的影视星期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点点的 要点点点点点 点关注哦